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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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很好奇你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就单纯讲词曲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是第一次 因为我是最早听到的嘛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 很像在 跟冠优不是在嘉义闭关吗 对 然后看到你那时候还在写这首歌 都还去打什么 曼树雷雄 然后我想说 该怎么写出来 跟曼树雷雄 跟嘉义闭关 就没有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关系 关系也没有 对 哦那个我跟你们补充一下 为什么我们去打曼树雷雄 好 那个时候接到说 哦这是一个 东京奥运的活动 我想说那我是不是 应该要回去运动一下 结果你是选择曼树雷雷雷 哎 曼树雷雷雷很累 其实蛮累的 还是要跑啊 对然后总之在那边 闭关了两周之后 两周而已 差不多 好短 一周多 然后我们拿了我们的demo回来 然后那个 我们就去 就去给台评 台评那边就说 就是他们应该是很委婉的表达说 如果我们要做这么正规的正面的音乐 那他也不用找美秀 到台评那个回复的那个瞬间 然后我突然解放 我在 我记得我那天 要开车去南港 就从我家开车去南港 大概30分钟的车程 我就在车上把歌写完 我最后写完这个非常简单白痴的版本 然后我就一瞬间卡住 我就问团圆说 我之前有口头问过果果说 这首歌我想找他做 可是我现在 把它做成慢摇 那你们觉得 然后大家就有很多不同意见 就想说 那还是 这样果果会愿意做吗 什么之类的 但我最后就还是 咬着牙先把demo成立 我想说 大不了就被你拒绝 那你有想到我们会找你做漫摇吗 我是没有预设说 你们到底会给我什么 我想说到时候 屌一点 你们直接给我交响乐曲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也是蛮屌的 这样 但我那时候没有预设什么立场啊 有没有任何一个情况是 你听完你会想说算了 好像还好 你只跟我说 诶果果拍谁 那预算是5万 我就会说没有 对 这个词用的很赞 就是说 染上漫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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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发稿就 美秀染上漫摇 对 我又犯了漫摇 201集的代工漫摇 这不错诶太公漫摇 太公漫摇很厉害 感觉这五百也会喜欢 因为我们有一天突然发现 YouTube上面有一个频道 他就专门把这些 那个 新一代的这个金曲 把它改成漫摇 然后他就是做那个啊 那个给我一瓶酒酒酒酒酒酒 会那个 然后就再 然后 就这又简单 然后大家又会喜欢 很符合我做音乐的一个 一个态度 我只能说这对我而言 真的叫刺文化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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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那果果那个时候是怎么解 怎么请你 好像是 其实就果果直接问我说 你们要做一首漫摇 我跟果果要做这个曲风 就是要把它真的做到 这么草根 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做到 我们走的是 又是另外一种方式 比较复合 我们就还是有融合了一些欧美的元素 对对对 就复合式的 就可能就是 孙东宝这样 孙东宝 组合肉 逐四家 就基本上肉质本身是一样的 对对 但是呢 我们会有比较好的自助吧 没错 可乐 块四个都在美丝跟格内 然后金牌也是给牠摆一下 中间我也有主要是有 多录了一个吉他Solo 那个感觉就是前面 会有一个 玉米浓糖 然后是有酥皮的 当然就是这种概念 当然就是这种概念 有酥皮的 你两个在做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觉得 什么任何的 好比说音色或以前是的 关键听起来可以像漫游 比重賺最大的鼓 然後我覺得那個大鼓跟他的嗨嗨 就是要聽起來很K 哪一種K呢? 很像Honda Accord K8的那種K 你會覺得想要喜歡開喜美K8的 然後就909的Open FM 你就會聽起來很像那台車的那個K 那你們兩個進行過最認真的運動是什麼? 我是高中的時候有打排球啦 然後我那時候打排球就是右手的大拇指 就會習慣性脫臼 我也是欸 因為你要脫球 這裡會脫臼 因為你要脫球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練Bass Bass有一個技巧叫Slap 就你右手要在那邊敲 然後敲一敲發現 幹就是我真的是只要敲10分鐘 我整個右手手指 大拇指那裡會整個變紫色 像茄子一樣 這樣也是蠻酷的 像是一隻茄子這樣 對啊 這樣感覺可以應徵茄子蛋的Bass 反正他們現在也沒有Bass手 可以欸 你看我的右手又是一個茄子 因為我好歹也是來自飛車 這個應該也是 對啊 如母天翼的感覺吧 我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問過冠佑 我說 我說 呃 三個東西 就是他那個時候的女朋友 還有 音樂跟 足球 只能要先放棄一個 他會放棄哪一個 他放棄音樂 我印象超深刻 我說你現在根本沒有在踢足球 然後你放棄音樂 欸 等一下 對不對 不僅是還要宣傳一下 狗伯你要自己講 對狗伯一萬公尺 你要自己講你五千公尺一萬公尺的紀錄 我熱望 中小聯運冠軍 那你有沒有拿冠軍嗎 你有沒有拿冠軍 有的那時候 你現在就是有 不是好像就是冠軍 然後你再加一線的 中小聯運跑五千一萬 然後都拿你拿兩個冠軍 那你拿兩個冠軍 很屌 翻掉了 你可能要改名叫 台灣土狗 台灣土狗 阿廷文咧 我真的有點想不起來 我上次運動是什麼時候 我看到一個留言 他完全就在一開始 我就趙惠爾這樣流 就有個留言說 都找果果跟英宏來製作 還能這麼難聽 也是不簡單 我是覺得還好 偶爾遇到這種也是蠻幽默的 就我們還是可以平常心的回復他 而且我們都是在這種環境裡面長大的 就大家應該要有一點幽默感 對對對 幽默感 但我覺得 這個會幽默 就是因為要有一些人沒有幽默感 這件事情才幽默 沒錯 大家都覺得 好好笑喔 什麼好北藍 你反而會覺得 怎麼這樣 我想要講一下 我覺得這次 就是跟 跟那個 果果跟 英宏學到最多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是賠償 好 因為 從跟你們配唱之後 我們賽路新端齊的 配唱的思維就全部都改變 怎麼說 就唱成 我覺得我們真的有 這個真的有學到 就都變張學友了這樣 橘系生 橘系生 然後我們有一個很精確的敘述 一開始是說 什麼不良少年 然後後來說 你其實也沒有那麼壞 你是一個好學生 然後裝壞 對對對 然後我們 然後反而 對你們的引導方式都很好笑 然後但是就是 其實我覺得蠻具細明的 就是不會什麼 你再唱兇一點 或者是比較小聲一點 你們都是給一個 更磅薄一點 更磅薄一點 這種比較抽象的 對對對 我們會給一個沉浸式的 對沉浸式的體驗 然後我就 我那時候 我自己錄的時候覺得很順 然後後來我看狗伯錄 我就覺得 哇狗伯那天是神力 狗伯那天 喔狗伯那天很順欸 真的很順 那真的是種狀態 我也不知道 有狗伯那天很有狀態 教練 然後帶運動員那樣 對然後他那天就是 好像唱了好多的take 然後我想說 他都那麼用力 結果他好像還可以再 還可以再聽這樣 就是有 你們好像有在找他的極限 好 所以就是謝謝 謝謝兩位 不會 小記開心 我覺得就是你們對於 音樂的認識好像還是 超過我們蠻多 這就是為什麼需要製作人 結果我們有 我們這樣相差幾歲啊 對啊我們差幾歲啊 我們26 26 我們那些也差很多的啦 67歲 也差不多快一個世代 對對對差不多 就以前我們去 網咖或 跟一些長輩哥哥他們出去 就是在放這種音樂 對所以 我們等於也是 把記憶中的 美好回憶 希望藉由我們的身體 分享給你們 那個 休息你們大家 感動 我們雙紅公寓 雙紅公寓加美秀集團 接下來 集聚大家那個 支持 支持我們 然後 評價五個性 為愛音樂 為愛音樂 為聽音樂 為做音樂 掰掰 掰掰 好 水喔 再給他按個3 是不是就會停 所以 公白見 好 好 喔 喔 一隻不爽 喔 哈哈 哈哈 賣蛋 你會不會啊 哈哈 你拿門開 你幹超費 好 乾杯乾杯 乾杯 謝謝 乾杯 謝謝大家 謝謝 辛苦 謝謝 好 好